今天是中秋廉假的最后一天 有民众惊船被风遮 今天下午得一点多 民众到乌来森林游乐区瀑布游玩 没有想到两名女子跟一名小男童被密封遮到了 分别遭到叮咬背部以及头部 还好没有发生休克的情况 都已经紧急送医院治疗 由于这里是通往瀑布的必经之路 就怕还有民众会遭到波及 警方紧急拉起封锁线 提醒游客暂时不要靠近